据推特上爆料,美国非裔民族主义组织,新黑暴党成员5月19日下午,到亚特兰大中国城示威,抗议华裔商家赚走所有非裔人的钱,扬言不要买华人商品,必要抵制所有华人,甚至其中一名抗议成员佩戴枪支。 这是亚特兰大中国城,自1988年建立以来,首次有团体到此针对华裔发起抗议活动,现场是穿黑色衣服的,新黑暴党成员手拿旗帜,佩戴口罩,前面一个人拿着喇叭,大声说华人生意伤害了所有的黑人。 华人在美国享有的名权,是马丁路德基和非裔争取而来,华人走的马路也是黑人缴税不见的,要大众光顾非裔商家生意,不要到华裔商家购物,吃饭,不要买中国货。 甚至他们还表示,未来他们不只到中国城抗议,还要指知所有华人。 现场有四辆警车维持秩序,不少华人商家纷纷为了安全官门训业。 警方指出,该组织已分别在亚特兰大,其他华裔商家密集的商场,发动竖起类似的抗议。 据了解,新黑暴党主要宗旨,是促进美国非裔民权,为黑人力量运动的一部分。 他们倡议非裔可对种族压迫行为,做出适当的防卫,有些较激进的派别,更要求建立独立的武装自卫团体。 非裔社会机构以及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,美玩美聊,侃侃播报。